馬虎福音十六章十五節開始 這裡耶穌說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和普天下去傳呼音給萬分清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你找到可以一起讀的 不信的必必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的命幹鬼 雪身方言 手能拿石 若學了什麽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安病人病人就必無了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的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跡除藥 正神所傳領到阿門 在這個經文第十五節說到 這個就是大使命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分清 這個就是耶穌所吩咐我們做的 就是將福音傳遍普天下 這個就叫大使命 大使命是一路傳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然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必定罪 當我們傳了之後 他們信的就得救了 當然聖經說到信心無行為死 所以信又跟從無數 然後第十七節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的命幹鬼說 身方言 這個講到大使命 然後就講到神給我這個權命 在善良人傳第一章 第八節就講到 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必得著能力 並要從耶穌撒冷一路到地 極狀的見證 就是講到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就會讓你有能力去作見證 就是說傳福音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 不是人的工作能夠做得到的 而是一定是有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能力包括做些什麼呢 感動人悔改信主 這個是神跡 感動人的生命改變 願意在神面前牽卑 悔改信主 但是另一方面 《釋浪人傳》一章八節講到 聖靈降臨在身上 就必得著能力 在馬考福音也有解 講到這個能力 就是什麼能力 就是信的人 就是神跡除了他們 為什麼神跡會跟聖靈有關係呢 因為我們從不同的經文 就看得到 聖靈是會帶來 醫病的因子 行義能的因子 都是講到聖靈的因子 這個在哥倫多前書十二章 所以 在聖經不同的經文 都被我們看得到 聖靈和神跡是有關聯的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是以利亞的門徒以利沙 以利沙就很想得到 以利亞的聖靈的充滿能力 她就說 要感動你的靈,加倍感動我 然後她就跟著以利亞 因為以利亞就說 今天神要將她接回升天 她就起勢跟著她 她說我不會放手的 我會跟著你 因為我想得到 你感動你的靈,加倍感動我 然後後來 到了她升天的時候 以利亞就說 如果你未接的時候 你見到我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能力 她就見到她 這個火車火馬來接她 以利亞就把她的外衣 扔給她 她就拿著外衣 去打水的時候 一打水 約彈台的水就分開了 其他門徒就說 以利亞的門徒就說 感動以利亞的靈 已經感動以利沙 即是說 他們看到 這個神跡就是一個證據證明 神的靈已經大大感動她 所以這個另一個經文 告訴我們 將聖靈和神跡掛鉤 就是 神跡歧視 除了聖靈 另外在《少林主義》 二章十七節 我們講到哪裡呢 就是講到聖靈降臨 在教會 由一陣風 聖靈臨在 然後 二章十七節 彼得就說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囂灌煩 凡有決氣 我將我的聖靈 囂灌煩 凡有決氣 你的兒女就要雪而言 然後你的少年 見異象 老年人作異夢 就是講到聖靈 都會賜給人 有雪與言 和見異象 作異夢的恩賜 所以這些就是告訴我們 聖靈可以像 醫病的恩賜 藤二能的恩賜 便滅諸靈的恩賜 番方兒的恩賜 雪方兒的恩賜 先知的恩賜 和異象異夢 這些都是比較 超自然性的恩賜 而這裏 就沒有講到聖靈 但就講到這些恩賜 就是奉我明朗鬼 以及守我的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所以這裏講到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 應許給哪些人 信而受洗的 信的人必有神職 除了他們 信的人就會有神職 只要我們相信 就可以有神職 但是的確在神職運作 是你越熟練 和越親近神 就越能夠有神職 就是你越親近神 越處理生命 那神職就除了你 就更加容易 我都為一些 來了的人 祈禱 他們都很快感覺到 平安 輕鬆 舒服 從後來就開始 有邪靈 又會有邪靈的彰顯 這就是聖靈的同在 聖靈的能力 當我們為人祈禱 就會看得到聖靈的工作 這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 學慕的 很想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首先跟神的關係好 所以我們問問自己 我們跟神的關係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對神沒有信心 覺得神跟自己很遠 神都不知道 幫不幫自己 這些是負面的想法 這些全部都不要 這些東西是會傷害的 破壞的 心裡面所有負面的事情 或者 經常都說 哎呀,很煩 哎呀,不開心 哎呀,做日難 這些人真是壞 這些所有負面的想法都不好 的而且人是不好 但我們不需要被他們影響 被他們影響 我們就會 心就煩躁 心煩躁的時候 神就很難充滿我們 也會帶來不同的問題 所以如果 神的心就是想 我們更多人會搜 我們病人的病 就可以好了 其實 在二十節 那裡有講到二十節 那裡說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 職除了正實所存的道 他們傳福用的時候 神就跟他們在一起 用神職除了正實所存的道 所以 神職的目的是什麼 這裡說 正實所存的道 就是被人看得到神是真的 所以我們能夠帶來 神職能力很好 你到處有沒有人有病 煩惱 不開心 失眠 你有的時候 你自己處理好生命 首先我們學習 不要被人影響那麼多 煩惱放下了 煩惱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經常想別人的不好的事 有益處 沒有 當我們想這些不好的事 都是帶來不好的後果 不好的後果 誰受苦呢 自己受苦 自己生命可不可以發揮 又發揮不到 聖哥說 哪些人 是神將一切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火門 是哪些人 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 就是關心神的國度的人 和追求神的義 就是我遵行神的 義就是遵行神 當你的心是這樣想的時候 你處理生命 你就能夠整個生命得到祝福 那你就可以有能力去服侍了 我們在這裏有一個條件 就是第一 就是你寧釋放下了 以及處理你的情緒 以及寫一個見證 那你如果寫有問題 可以錄音的話 其實很快可以做到的 這個禮拜可以做到的 你錄音處理生命 比如說我以前有煩惱 我現在如何靠著耶穌去處理 那我在網上有輕鬆得性 講到如何處理呢 就是 凡是負面的事情 就是好像 如果你家裏有兩條渠 一條是市渠 一條是清水渠 那如果市渠爆了 你會怎樣 你會快些做什麼 快些維修 你會說市渠爆也沒關係 沒有所謂的 不會的 你知道那些事情是不好的 我們人生其實有兩條渠 周圍有人給你一些好東西 是不是每個人都給你好東西 不是有時候說一些不好的 但很多人是受落的 經常想來想去都會想這些 我們在教導叫做輕鬆得性 你上網找輕鬆得性的牧師 在YouTube上找 普通人都找到 他都會彈出來的 那你呢 就找到那裏裡面有說 我現在簡單地說 就是基本上 不好的事情不要受落 那你說很難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有些方法是會幫到你的 很簡單用一個方法想 就是 垃圾 市渠要不要 不要 人家說不好的事情 人家說你壞 人家說你沒用 人家說你蠢 是不是你就變得沒用了 不是的 不是的 他說是他的問題 有些人是否習慣性 經常都說人不好的 那些人 他的說話其實來自哪裏呢 來自世界 來自魔鬼 來自人的罪性情 幾個都是這樣 對吧 我們三個大敵人就是 世界 魔鬼 和我們的罪性情 其實影響我們最多 就是我們的罪性情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的罪性情 沒有處理我們犯罪性情 好了 這個人會說你 因為他不好 所以他不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一般 在街上看到一個瘋癢 你之一知道你需要很介意嗎 不需要 癢癢喰完你 你會不會很介意很久 不會 因為你覺得他有問題 那很容易對他的東西 有些人不是瘋癢 有時有少少的脾氣,有時有些小巴司機、法國人陣說話 或是賣東西的人,有時你不買又虧了,現在香港已經少了 他就很容易罵你,他罵你其實是誰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我們要不要介意 例如你買東西,你不買,你看完你不買,那個人又罵你 以前香港有,現在比較少 那些人不敢,怕沒了生意 但你轉過來,一會兒你就會忘記了,因為你覺得不重要 這就是鑰匙,你不覺得它重要,你就不會放在心上 所以你家人,如果整天都說你,你就不會覺得這麽大事 死不死得,他罵你,死不死得 他罵你,你就變成他所說的,他說你蠢,是不是變成蠢 不是,他覺得你蠢,他覺得你蠢 所以我們不要介意,我剛才說死渠,另一個是清水渠 清水渠是代表神的恩典,還有人的好的東西 那些我們就多謝神,就受諾了,好的東西我們就經常記住 所以每天應該多些想什麼呢 多些想神的什麼呢 神的恩典和祂的說話 那你就天天都有好東西來,經常都說什麼呢 這個恩典的祈禱,你跟我講 耶穌日都愛我的 感謝耶穌 耶穌時培頑我的 耶穌體重我的 耶穌要大大使用我 耶穌是我生命有奇妙的計劃 祂一定會幫助我 發揮我的生命 一定會祝福我的生命 阿利路ways 这就是恩典, 将圣灵讲到关于神的好事 经常都深信, 不只是讲, 经常都说, 哎呀, 真是好了, 黑地鲁人够吃耶稣 我经常都觉得很好, 经常觉得神很好, 我看到花枪笑话, 我觉得神很好 很有创意, 有有爱, 祂特意做些事是给我们享受的, 神做些事是好吃的 是神的爱, 经常都在想这些好事, 有神在我身上有奇妙计划神 我们看到今天, 不单止我为你祈祷, 我们学员为你祈祷, 你都经历了神的祝福 那你看到, 原来每个都可以, 那你想不想你都可以? 你可以的, 但你里面可能有个声音, 就说, 别人可以,你不可以 这个声音是神的, 这个是魔鬼的声音, 或者罪的声音是人的罪性 人的缺乏安全感, 你就不要相信, 你就说, 神答应了 他说,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并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耶稣说, 圣经里面说, 靠了, 加达我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做的, 所以你就多些这些说话 就不要将那些负面放在心里面, 那你就处理了 就是这个处理的方法, 我有一个叫得性无福, 是神给我的 其实基本上是神帮我们处理的方法, 是神用的方法 我将它写出来, 因为神没有版权, 神特意给我们用的 圣经本身没有版权, 是人翻译的有版权 圣经本身没有版权, 神送给我们的 我希望大家记住, 得性无福, 我希望大家记住, 很简单 第一, 留意, 留意一起说, 留意这个问题, 留意罪, 留意什么问题 第二, 破坏性, 凡事一定有破坏性, 留意第一个破坏性 第三, 圣经处理, 圣经处理就是, 用圣经的方法, 就是 不好的东西, 我不需要受罗, 不需要被人影响的 神, 爱我的, 我可以遥恕人的, 这个是圣经处理 第四, 亲近神, 得到力量, 第五, 选择信服, 选择信服 再说一次, 大家记不记得, 你是什么? 留意 咦, 留意到自己有些负面的东西, 留意到自己有些烦恼 有没有有时起床, 哎呀, 很惨啊, 今天又要很多事情做 哎呀, 一起床, 起床就要上班了 有没有有时有这种感觉, 这都是负面的感觉 那你说, 我的确定要上班, 那怎样呢? 你可以这样想的,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服务人员, 很好态度的? 有 有 有没有见过服务人员, 态度很差的? 有 那个态度很差的, 会不会赚了一些东西? 没有 不会的, 其实他自己态度很差, 他自己的心态如何? 他都不舒服, 他整天都想着, 哎呀, 整天都很烦啊 很多人要帮他们, 整天都等着下班, 其实他会很辛苦的 但有些人, 真的我们四围去短宣, 或者去旅行, 我发现一件事 有些海关人员都很好态度的, 有些人就跟你看你的证件都很好态度的 有些又说,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today? 会这样的 但有些会, 刚才我见过, 一句话都不说的 你走过来, 你交给他 他指下那个, 他把那个镜头看着你 就是那个摄录机看着你的眼, 看着你这个位置 跟着, 指一指那个机, 按手指摸, 有图了 然后跟着, 然后交给我, 是由头到尾, 他没有出过一句声 而且看到他的表情, 是不是很开心的 其实呢, 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差的 那你留意到, 咦, 我有事是这么不开心的 或者人家对我不好, 我就留意 跟着第二是什么, 破坏性是不好的, 一定有破坏性的 第三, 圣经处理, 圣经就是说, 爱人如己 要善待人, 以善性恶, 是不是? 跟着第四是什么, 亲近神, 祈祷, 赞美耶稣 耶稣帮我, 和思想神的说话 第五呢, 选择信服, 明明是觉得不开心 我选择我感谢神, 我可以开心, 我可以快乐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 给我的方法 其实呢, 你发觉每个基督徒都有的 有没有发觉有时, 犯了罪, 圣灵就会提醒你 你现在犯罪了 知觉, 第一, 留意到 第二, 他会告诉你, 不好的, 不对的, 你要改的 这个就是破坏性, 和圣经的观念 就叫我们, 譬如你想说话, 他就会提醒你 不要说话, 然后呢, 你就会祈祷 神就感动你, 神帮我, 然后 有些基督徒可能很快, 但很多基督徒很久 譬如他生气一个人, 可能经过很多年之后 他说, 我不生气了, 但希望你越快 你越快, 神越喜欢就越祝福你 我就发觉, 我就是这样, 神就提醒我 让我知道, 我留意到我的罪 又知道他不好, 又用圣经的观念 然后我就祈祷耶稣帮我, 然后我就选择听耶稣话 你有没有这个过程? 有的, 这个就是, 我就将它写出来 我留意到神在做事 我就将它写出来, 就是德性部曲 所以我都是送给大家的 那你就用德性部曲来处理的问题 譬如说, 现在我讲一些例子 譬如你家里有个人, 经常都骂你的 是什么? 妈妈 是, 这样呢 你的心是要处理的, 我讲一下如何处理 你留意这个人骂你 而你留意他骂你, 你的内心是怎样的? 拿着 拿着了, 生气了, 不开心了 好了, 留意 你不是留意他做什么 是留意我怎样反应 然后第二是什么? 刚刚说话, 破坏性 我经常因为某人说我, 于是我经常都不开心 是破坏我的生命, 那个生命一定不会好 如果继续在最中 那第三是什么? 圣经处理, 圣经就是以善性恶 遥恕人, 祝福人, 体恕人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 亲近神, 耶稣帮助我 去遥恕他, 去处理 去处理, 处理也有一个方法 是神给我的方法 处理好的人怎么处理呢? 看出那些好的人 其实他都受很多伤害 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都被人骂过很多次 他们被人骂过很多次 所以他会很容易骂人 你想回, 是不是你周围的人 容易骂你的 其实他都经常被周围的人骂的 或者他小时候或者现在 所以他养成一种习惯 那我们就看出他 其实他比我们更可怜 看出他 那你觉得他比我更可怜 可能他没有耶稣更可怜 于是我就能够觉得他可怜 我就看出他 然后我就遥恕他 我就祝福他 那我就觉得不要紧 他说些话无所谓 例如小朋友走过来 做一些平时大人会做的事 就是不是很礼貌 或者说一句说话 不合听的 你会不会当很大件事 小朋友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小朋友 其实有很多人大了 都是小朋友 他大了都是经常说不好的东西 那你的心就说 小朋友的说话 不要紧 我一定要 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可以看出他 我就祝福他 我祝福他的心就放松了 这个就是知觉性的处理生命 你想四年充满 你一定要这样做 和试试亲人生 如果我的心 整天都放在这些东西 我不会有神的同在 整天祝福我的师父 那你想不想有神的同在 祝福你 你想的话 就一定是 整天活在神的爱中 相信神爱你 神爱我 神是供应我 神在我生命有奇运计划 然后你就处理生命 那你就处理生命 然后你就定义发挥了 如果中间有 几个你想 可以合格去为人祈祷的 第一 当然你都释放了 然后你就 写或者录音一个报告 譬如你说 我曾经怎么骂人 现在我留意到了 我知道有些不好 然后我就圣经的观念处理 然后我就祈祷 然后我就开始没有做了 并且有时有些试探来到 我就立刻知道 知觉 留意到了 我知道他不好 然后我就圣经观念处理 然后我祈祷 然后我就处理了 我们的学员都有用这些方法 我都解释过很多次 有几个人 这里是有 其实你 有时你没听过都会用的 就是你留意到 然后你又知道不好 你就处理了 有几个人有做这件事的 有几个人 其实你很多个人有做的 不过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选择性做 容易一些那些做 有些人 经常相处太多 就很烦了 譬如有些老婆或老公 看到对方 一听到老婆说话 立刻他耳朵很狠 很无忠 喜欢听他说话 因为他太长气了 或者一听到老公说话 就觉得他太没味道了 那这种需要的处理 需要的 其实他都是很宝贵的 其实我们的婚姻 还不重要 中间如果有结婚的 是重要的 但很多人就会随意 将自己的婚姻破坏 所以我们就 如果在婚姻中 或者跟家人的关系 都刻意处理 然后你就录了音 那你又祈祷 我们和你祈祷 法国里面 是我们没有留意到 有邪灵的情况 你的处理情绪 也都是 普通都是喜乐 是时时感谢神的 那我们就可以释放你为人祈祷 其实难不难 不是要考很多个事 不是考很多个事 就是你愿意做 你这个礼拜立即可以做 这个礼拜有谁说 你立即处理 立即录音 送WhatsApp给我 合了一格 那我们可以开始 为你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任何不好的事 如果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释放你为人祈祷 那好不好 有多少个人想做 难不难 是不是难到登天 有哪个想的 有多少个想 有两个合了一格 举高的手下 那你就记得 这个礼拜交功课 交功课 交了之后 我们就会释放你做 其实不是很难的 有没有问题 想问关于这方面 我们为人祈祷的时候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心一路相信神爱我们 是灵 心灵 整个心灵 爱慕享受神 这种心态最容易经历圣灵 有时有些人祈祷 他未必一定说 神都可以用的 不过我说 这个圣经说 用心灵成神 敬拜 用整个心灵 是比较单用说话 是更加有效的 因为有时人 单用说话 只用言语 就未必用心灵 但也有些人用言语 是用心灵 他有些学到的 所以多些享受神不神 你真是好 感谢耶稣 耶稣是祝福我的 多些用这种的祈祷 爱慕神 在这一会儿 我就想示范 第一 我自己 你自己有想着耶稣爱你 想着耶稣爱你 我又想着耶稣爱我 又想着耶稣爱你 放松自己 你自己在家都是这样的 一路 啊 耶稣 在家里可以这样做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你做惯 心灵会融合 按手的时候 我自己尽量不是大力 也不要推他 我多数在旁边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他觉得我推他 如果我在前面 他觉得我推他 我只是在旁边 轻轻碰住他 他心灵一直想着耶稣 多谢天父 耶稣同大一臣 多谢天父爱我们 你感受到力量 你放松他 谁可以来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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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松他 不用怕 你感受到圣灵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不要向你那里 祝耶稣 你留意一下 你的感受是舒服 还是不舒服 为什么我会叫你留意一下 如果是舒服 是好的 不舒服 即是有些东西需要食放 放松他 祝耶稣祝福他 所有的困索 所有的不开心烦恼 都离开他 所有的困索离开他 耶稣你是爱他的 耶稣是爱我们的 阿里路亚 祝耶稣 祝耶稣 你留意我到祈祷的时候 很轻松 很享受耶稣 耶稣你真好啊 耶稣 耶稣 耶稣愛我,主耶稣愛我,主耶稣愛我,優勝的高屬於我。 主耶稣愛我,福耶穣愛我,方讓耶稣愛我,除去世之 Very right, 福耶穣��운 是 are you in her house, 福耶穣愛我,福耶穣處理得來的寬靈 Jeder All the Debate of do greater Honolulu todo. 所有的憂神都離開祂 神的一代祈禱 跟祂一起 耶穌似給祂盼望 似給祂新的力量 新的盼望、新的方向 Hallelujah Hallelujah Dame Y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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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心裡有些拿著 這個情況就是他需要釋放 就是他忍著 邪靈還是情緒 我又不去分辨 我不需要告訴他 我只要跟他祈禱 接著他釋放了 釋放了就行 我自己釋放邪靈 或者是情緒 我發佈一個方法 有幫助 我發覺因為 聖經裡面說到 耶穌在門外吹一口氣 就說你們受聖靈 聖靈可以透過空氣傳遞 這件事不僅是耶穌有做的 今天也有很多人有做這件事 除了按手就是吹氣 都真的會經歷到聖靈 聖靈有創造 萬物 所以人的靈 天使的靈都是神創造的 天使當下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都是來自神 不過邪靈就失去了神的尾線 失去了神的聖結 和慈愛 變成了醜惡 但他依然有些相似 可以透過氣傳遞 那這件事是我自己 嘗試去用的時候 只是一個經驗 是不是一定單用這個方法 又不是的 其他方法都可以 我發覺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那怎樣有效呢 就是當他覺得有忍住 我又會叫他認罪 求耶穌赦免你的罪 然後你就 將主權交給耶穌 我將生命交給你 我真是全心跟從你 亦都斷絕一切所 拜過偶像 所有的邪惡勢力 然後呢 我當我奉耶穌命 有時我又會看著他的眼 叫他看著眼珠 那看著眼珠有什麼好處呢 我稍後再看 就是因為邪靈會看得出來 他看得出來 邪靈見到一個愛主的基督徒 他就會害怕 見到一個犯罪的基督徒 他會攻擊 見到一個愛主 有神的同在 強烈同在的基督徒 他就會害怕 害怕 他就會 就是會炒起他 他就可以將他趕出來 這是其中我用的方法 那現在我就問他 他有沒有感覺到什麼 他覺得不舒服 有邪靈或者有情緒的問題 那我就發覺 另一件事 邪靈用的方法 就是叫做 蒙蔽 就是好像那些墨魚 那些墨魚被攻擊 他就會噴墨 然後逃走 那邪靈呢 他就會令到那個人看過 是蒙的 就是明明眼望是清的 因為蒙 趕了之後你就會清的 那這個人 又很明顯知道 他有邪靈 其中就是他不能夠跟我們祈禱 或者他祈禱之後 有些敵黨神的反應 或者邪靈的聲音 有不同的彰顯 有些是失控的 彰顯 都是邪靈的彰顯 那我就發覺 當我有信心 又是信得性的 又放鬆的人 又吹出來 是很快鬆的 你現在還有沒有個心 現在沒有 現在涼了 因為我在說話 神的同在都已經跟他做釋過 都沒有用那個方法 已經可以了 但是我現在再試一下 你就放鬆 再改編出來 可以扶著 再測試 因為其實 為什麼有時候 不是一下子 馬上清光 原因就是 因為人有罪 人有不願意的心 或者心不開放 就會有些邪靈 依然是有機會 即是還停留在這裡 你放鬆 你留意一下 我和你一起祈禱 你有沒有感覺到 不冷靜 或者不舒服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大家有留意到 有時候我還沒說話 心湧向神 他已經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不是一定是 是好還是不舒服 舒服還是不舒服 是 和耶穌的性命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舒服的 通常是出於神的 不舒服的 是出於邪靈 或者是好的東西 奉耶穌就明釋放他 主耶穌是愛他的 大家都在祈禱的狀態 Hallelujah 你現在八大眼看著我 右眼中間 看著我 看著我 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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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穌的名 裡面所有黑銀權勢都要出來 所有邪惡的勢要出來 所有拜過偶像要離開他 所有拜過偶像要離開他 所有邪靈的勢力都要離開 奉耶穌基督的聖靈 魔鬼的勢要出來 耶穌是得性的 耶穌是得性的 齊靈可以停留在這裡 奉耶穌的聖靈 靈界的勢力出來 靈界的勢力出來 奉耶穌的名 釋放他 恩來他 憐憐他 Hallelujah 耶穌是得性的 Hallelujah 耶穌釋放他的靈 住靈魔鬼的手 奉耶穌的聖靈 耶穌釋放他 住靈魔鬼的手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奉耶穌命 我吩咐一切的邪靈都要離開 所有貧所離開 所有憂傷都要離開 所有憂傷都要離開 所有憂傷壓力都要離開 憂傷壓力都要離開 憂傷壓力要離開他 奉耶穌基督的聖靈 憂傷壓力出來 奉耶穌的名 釋放他的靈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你留意這個過程 看到有什麼經歷和感覺 這裏痛 OK 還有好 還有其他地方 有什麼舒服 這裏痛 憂耶穌的名 將他裏面 所有的邪惡細靈 所有不好的東西 所有不好的東西 心可以這樣淋住 一路好像心靈湧向神 啊 好 好像邪靈走出來 啊 耶穌 所有邪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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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堪靈全世出來 和耶穌的性命 即邪靈離開 主耶稣 多谢赞美你 主耶稣 多谢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释放他里面 一切的困锁 所有不好的事都离开他 耶稣赐给他自由 阿里路亚 一路有信心 吹他出来 所有黑洞的事都离开他 有信心 所有邪恶的事都离开他 所有魔鬼的事都离开他 阿里路亚 一路想着耶稣在前面 耶稣祝福我们 耶稣和我们一切 耶稣陪伴我们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祈祷奉主耶稣 阿们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起床 还有觉得怎么样 有点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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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呢 耶稣 有信心 吹他出来 耶稣是得性的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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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将他里面 所有人的挤脱 所有人的挤脱 所有人的挤脱离开他 所有人的挤脱离开他 耶稣祝福我们所有 黑洞全世的鼓脱离开他 耶稣多谢赞美你 多谢赞美你 你留意他那些没有了 耶稣的明星放在他里面 全力有魔鬼的势力 魔鬼不可以再留在这里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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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得到 其实这些说是赤灵九难的 你相信耶稣和爱你 主你生命 有些什么人生怯的 听耶稣的明 我去看出他们 知道他们受过很多伤害 他们有些人没有耶稣 所以变成了这样子 我就放手 我就看出他们 言说他们 我就不再担心 不再忧累 不再不开心 我就放手 耶稣爱我就够了 哈利路亚 耶稣照顾我的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他就可以开声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耶稣真好 释放他的力 现在觉得怎么样 心里觉得轻松 身体舒服 轻飘飘的那种感觉 这个都是神带来的 叫我们的心 欢喜 我的灵快乐 肉身要安然居住 身体都会舒服 当我们亲近神 是我感受到 我经历到的 就会感受到一种平安 舒服 轻松 那每天都是这样的时候 那些轻联就迟早全部走完 OK 那就不难了 整天都深信 他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这些大家都可以学习操练 你做惯他 你就不觉得难 越是灵通 为他祈祷的人 即是被祈祷的人 就越快经历到圣灵 也都叫他如何开放 但是 释放了的人 你回去也继续释放 因为你可能还有一些事情未处理 和生活方式未改变 即是生活方式要改变 思想模式改变 我们试试由早到晚 最好由早到晚 整天都赞美神 神爱我 整天都感谢神 你整个人就会愈来愈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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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